接下來這個是考試考過的 考試就畫了這張圖 問你說它為什麼會長成這個樣子 答案叫做差異輕蝕 因為硬度不一樣 抵抗輕蝕的能力不一樣 所以有的會比較突出 有的會比較凹陷 比較容易被輕蝕的會凹陷 不容易被輕蝕的會突出 所以在圖上面 有的突出有的凹陷 你可以背 你可以背 沙岩比較可以抵抗輕蝕 頁岩比較容易被輕蝕 所以頁岩會凹陷 沙岩會突出 這就是考試問過的問題 問為什麼會長成這個德性 原因抵抗輕蝕的能力不同 叫做差異輕蝕 差異輕蝕就是性質不一樣 嚴性不均勻 嚴性不均 這是來來海要一個嚴脈 這有個海蝕平臺 中間突起了嚴脈 請問你為什麼嚴脈會突起 因為它的抵抗輕蝕的能力比較強 所以不容易被輕蝕掉 所以它會比較突出 所以這是個差異輕蝕的例子 嚴脈突出因為它比較可以抵抗輕蝕 所以會比較突出 那麼這種叫做嚴性不均勻嘛 那我們有例子 如果蝕狀岩 磨磨狀岩 是看架 這裡有個石頭 有的地方鈣質多 有的地方鈣質少 鈣質多的地方比較易 不怕風吹但怕雨打 為什麼 因為雨水是酸性的 會跟鈣質作用溶解掉 鈣質少的地方 鈣質少的地方 怕風吹但就不怕雨打 那麼這些地方鈣質多 就雨水它就溶食掉 然後就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就變成所謂的蜂窩狀的岩石 所以碰到鈣質多比較易 不怕風吹但怕雨打 然後雨水下來 微酸性溶解掉 形成瘋窩狀 這樣 然後有照片 也有有名的 青莊岩 上面就是含鈣質多 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下面含鈣質少 所以風吹過去就磨磨磨的 非常的光滑 然後頭就比較大隻 因為它比較能夠抵掉 稍微大一點 最有名的是這一隻 女王頭 女王頭 就是上面就是鈣質多 下面就是鈣質少 然後正好形成一個形狀 女王頭 那麼根據我們的教法 你就曉得 女王頭最後一定會 壞掉 因為它隨著被封的 輕時這樣脖子就會越來越細 就動了 然後它就斷掉了 我們也看到新聞講 前段時間 團理的單位說到 我們要不要處理 大家說我們處理 把地點它斷掉 所以要想點辦法 我們耐尼科技啊 想要去那邊這樣做 但上一次的消息是還沒有成功 那教師也希望能夠把它 跑步好 好 那通常學地科老師的認為就是 斷就讓它斷吧 斷吧 自然間就是該斷就斷吧 變成一個斬首女王頭也不錯 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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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現在已經圍起來不能靠近了 我們小時候是沒有圍起來 可以靠近的 但是在這個時候 你如果靠近它 每一個人碰到它 撥到它一下說 你好漂亮 下次再摸它一下說 你好漂亮 下次再說 你真的非常漂亮 你摸一次就是斤直 一次 摸越多 越快 斷掉 你摸越多 它越快斷掉 OK 這就是 剛剛講 岩性不均勻 剛才有一個岩性均勻 紅心圓風化 洋蔥狀 剝落 這邊有個岩性不均勻的例子 有個殉狀岩 蜂窩狀的岩石 讓你能夠理解一下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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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